好,来观战一把 这个影视的话呢 之前我们观战过几次 打得非常好 所以看到这个ID我赶紧点进来了 拥兵空军 调酒加园丁 这个阵容不好打 这张地图不好打 这把影视不好打 这个阵容调酒师回血 园丁有盾 三个飞轮 这一切对于影视来讲 都不是特别舒服 都不是特别舒服 我就想看看这把影视怎么打了 一个电没空住 追刀 园丁的盾还有一些时间 差不多进中场 这个盾要消 看看这边电能不能压住 想压这个点 用这边的电 等你盾消了以后压 第一刀倒是能打上了 但是四人带红电的话 这边第一刀是0.15 而且园丁的飞轮还好了 待会儿 这个击倒 估计得等很久了 他这边的话 就现在不管抓谁啊 你抓调酒师可不行吧 这调酒师喝酒 隔窗刀先来 打不到 完了 完了 这局 我感觉影视再强 也翻不了了吧 这开局 关键是他现在追调酒师 我们来想一想 我来想一想 他是想要通过 串调酒师 去把外面的人打残嘛 因为追这调酒师 你要形成击倒 真的很久很久 现在调酒师吃到0.3的伤害 独立闪现一刀伤害0.6 是不足以击倒的 对吧 如果我是调酒师呢 我这边已经选择喝酒了 一刀打上 这边调酒师喝酒 主要他这个酒 现在喝了呢 就有点风险 万一你这边突然被抬了 对吧 这里追元丁 影视确实是已经开始准备 就通过串联去打伤害了 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击倒谁 所以即便当时这边调酒师 在他脸前他也抓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 我估计是这样子 就是你来嘛 调酒师你能回去你回嘛 我也不追求击倒 我现在先把你外面的人状态全部打下去 待会真形成击倒了 你人救不了 对吧 我现在电连着密码机压着 我估计这个思路啊 因为他毕竟开局的前期击倒节奏有点差的 不对 不是有点差 是非常差 再来找调酒师 定住 好的 这伤害够不够啊 这波再打 闪现一刀 击倒调酒师 可以啊 不对啊 大哥晃起来了 兄弟们 大哥晃起来了 他晃起来了 空军机子修掉 这边的话在给傭兵补状态 通缉到的是园丁 园丁这边在摸人 看见也就锁定两个人的位置 底牌挽留的影视啊 我觉得要翻 我觉得能翻 因为穷者在中间吃的伤害比较多 吃的伤害比较多 所以说他们这边救人要补状态 状态补完以后 这边调酒师是过半的 也就是我这边只要针对这个调酒师 将其击倒挂飞以后 外面三人残局 我手里面有底牌 可以切传送 开门站 穷者这些道具全部要交掉的 这些护币也敲魔术棒一个不会留 想挥一刀没挥中 打一刀 好的 伤害先打出来再说 这个调酒师 过最多就打两刀嘛 是吧 调酒师没东西了 飞轮躲掉 哇没打中 没定住 再补个电 定住了 好 先打一刀 这波击倒稍微有点吃亏 空军准备过来交枪了 一个电定住 两个人互换一波技能 现在击倒空军其实意义不大的 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把这调酒师抬了 不能补红电 他得补蓝电 不要这个调酒了 这边调酒摸了个电 全员红电 也就是这边调酒师倒不了 调酒师刚才差0.2嘛 现在穷者这边状态是真的差了一塌糊涂啊 这波四人分摊得倒几个呀 空军这边切了 空军说我不跟你们分摊了 找到佣兵 佣兵护必跳 这护必跳的并不是特别好 一波飞 压住 调酒师这边进柜子 消了一波电 再来补 再来补 穷者已经打不了了 这个局 也不能说打不了了吧 这个局找到这个调酒师能挂飞的话 应该是打不了了 击倒园钉挂上我想想 击倒园钉挂上 好像也没法打 他们这个状态太残了 判断了一波位置没判断到 闪现一刀 把园钉先抬了 园钉挂上 外面调酒师吹口气就倒 空军 对吧 弹个手指就倒 佣兵这边教自己 我们来设上看机子 现在的话机子脸上这台是快要修掉了 但也不是说那么快就能修掉的 外面补状态 这边是通缉道的调酒师 佣兵倒地的位置大致在附近能排得到 看到佣兵的话补个红电 看看 因为那边通缉道人知道这两个人的位置 这里的话回头准备做防守 这波如果说刚才能够给佣兵带走了呢 应该是稳赢版了 带不走佣兵的话 毕竟外面还是四火口 空军过来救人 空军手里念有还有个博命 空军这边的话补个电 这样的话不会一刀倒地 定住 好的 先打一刀 然后起飞 过来拦住 可以 捞下来了 捞下来一刀打中圆丁 不会这机子够了吧 不会 这机子不够 这机子不够就是四杀 不对 就是多抓 也不能说四杀 先跟圆丁 先跟圆丁补个红电 把那调酒师给窜了 哎 顶盾 哎 空军再补个电 这样的话呢 伤害可以分哎 空军又切走了 82的机子 影视开门战手里有个传送 这局应该还是偏多 还是偏多 这影视打的真的好的 就他的那个操作和他的那个大局观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前期其实节奏蛮差的 但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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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翻了 而且是那种就是压倒性的翻 哎 不是说哎 翻到一个瓶什么的 他打到中间 其实我感觉他都赢了 这就是影视啊 你很难通过前中期 看出具体的结果 调酒师是个挂飞 这里两个人还没点上门呢 四抓应该还有说法 为什么呢 两边的门是被封的 飞轮已经交掉了 也就是说这边没有任何的反制手段 一个电定住 佣兵也要吃伤害 三十九秒的传送 应该是挂上 应该是挂上 挂上再往那边 那边管一手 因为这时候佣兵点门 他是要带电的 所以说佣兵一旦点门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在哪里知道了吗 这边 哎哎哎 挂上赶过去 佣兵这个门开的慢 好发现门开不了 再去找佣兵 排手位置 过来梅尔明 梅尔明 先排 不行吧 回头传了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传过去 有耳鸣了 先补个电 看到足迹 一刀 咔嚓 哎呦